来自日本入了岛的监鱼 直送入机器 变成充满香气的柴鱼片 还有北海道的双麒麟 充满奶香 再来品尝耐凉的素面 宽度只有0.9公里 吸引大批民众试吃 我觉得就是体验不同的一个食材 然后满新鲜的 专程来看的 非常喜欢 对对对 日本控 中秋节就要到了 日本师傅现场料理猪五花 淋上烤肉酱让猪五花吸收奖香 烤肉少不了的肉片 居然也有咖喱滋味 还有香肠 萝卜糕 就连黑鲑鱼 海鲜都搬到展场 看准台湾人喜欢到日本旅游 这回一共有9家日本厂商前来参展 台湾人一直都很喜欢去日本玩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第一个首选之地就是去日本 但是我们今天的展览是除了北部 就是从北到南 北海道 还有像南的是广岛 路尔岛 甚至还有我们本岛这样爱知县 富山县 左鹤这边 食品近伴手里国际博染会热闹登场 接下来就是周末假期 士兵会吸引更多人潮来参加 你的新闻林家媒 颜文谦台北财同报道